今天国际大事来看到 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典礼 开场10分钟内就火速表决 以2878票赞成 一票反对六年弃权 压倒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一天表态认为 香港丧失自治地位 威胁收回香港特殊经贸待遇 包括关税优惠 港币跟美元自由兑换 还有鼓励美国企业在港营运等 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北京决心 会后李克强召开中外记者会 强调草案本身就是要维护香港 一国两制和长期繁荣稳定 也提到了台湾 强调愿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 跟台湾启动对话协商 会议作出了关于 简历拣选香港特别行政局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即职的决定 人大闭幕会开始不到10分钟 火速拍板以2878票赞成 一票反对六人弃权 压倒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 李克强在会后记者会 强调一国两制是基本国策 未来也将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但港版国安法草案共七条 包括准许中央国安单位在港执法 让香港民众人心惶惶 接下来草案将交由人大常委会 预计今年十月前完成三审表决 不过在人大表决前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定香港丧失自治地位 打算收回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 包括关税优惠 港币跟美元自由兑换 还有鼓励美国企业在港营运等等 另外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也提到台湾 除了一中原则老调重谈 还说愿意启动对话协商 李克强表示北京将释出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 促成两岸和平发展和和平统一 六人号编译 港版国安法遭强行闯关 香港立法会28号则继续国歌法二读审议 议场内上演了全武行 民主派议员用尽了各种方法阻挠立法程序 有人丢职腐烂的物体 在议场内散发了阵阵恶臭 还有人高举讽刺的标语 最后遭主席驱逐强制台立议场 而场外也持续动荡 商场聚集了大批民众高呼香港民主和独立口号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也呼吁国际社会站出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不要让香港失去自主心 香港在线动荡 眼看港版国安法强行闯关 香港民众聚集在商场 挥舞光复香港旗帜 呐喊要香港独立 27号从早到晚 港民发出怒吼 大批港警重装戒备 超示威民众发射胡椒球弹 数百人被捕 入夜后失温民众在望角堆路杖烧杂物 警方出动装甲车和水炮车 街头宛如战场 香港立法会持续进行国歌法二读辩论 民主派使出各种手段阻挠立法程序 议员许志峰在议场内投资腐烂物体 散发恶臭 象征一国两制已经腐烂 另一名议员朱凯迪则高举标语 讽刺建制派议员 最后遭主席驱离 强制台离议场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也出面 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捍卫香港自主性 特首林郑月娥下午也现身街头 签署支持港版国安法 香港情势急转直下 港人今后如何反击成为全球焦点 周一军编译 中国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 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到 立元背询的时候强调 会秉持三大目标四大原则 对香港进行人道援助 国民党立委陈云珍追问 救援方案何时提出 更直言难道要等香港人都被扫射完毕吗 这番说辞让现场民进党立委相当的不满 双方火药味十足 扫射完毕啊 刚刚我听到这扫射完毕 说实话我认为这样的说法 真的是蛮多不当的 请他尽快赶快把这个人道救援的方法提出来 是 但是你的说法 不要等到血流成河啊 是因为你的北京东央造成嘛 对不对 他不是我的北京东央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 是不是是这样子嘛 那他不要疯害这样乱指的 造谣 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 谁代表北京谁又代表台湾 蓝绿立委再度在咨询台上吵得不可开交 而在香港已经被冷冻多年的两岸关系 再度受到关注 在马锡惠的时候不是说建立两岸的热线机制吗 那我们这个热线机制有没有可能建立起来 我一上任那个热线那个电话就在那里啊 那你是等你是等他们打电话给你还是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而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发文 台湾有责任与国际民主阵营伙伴持续称香港 不会坐视民主自由人权在香港倒退 解清除表态台湾立场 解台北总播动